你覺得你覺得有什麼好電影 你覺得有什麼好電影 我覺得一部好的電影其實 每一個環節都要關照到 我覺得從一開始的劇本的開發 演員的選角 然後工作人員的選擇 那當然還有包含導演的功課場景美術 這些其實都是面面俱到 其實從有電影開始 一開始就是黑白的嘛 那慢慢發展出有顏色 那顏色開始就變成是一個 有色彩學的概念 所以其實顏色本身就是 可以有很多故事性 在大佛普拉斯裡面我們 基本上要選擇的是黑白色調 但是它其中有參雜了彩色的部分 黑白跟彩色的對比 其實都是一個 我們想要呈現一個故事張力的 一個主要原因 電影裡面又有很多 用顏色去表達不一樣的情境 但是例如說我舉一個紅 有的時候紅是紅的非常的飽滿 紅的非常的有故事 例如說前兩年 布達佩斯大飯店這樣的一個電影 你就會覺得看得非常舒服 可是有的時候 我上次在電視裡面 朋友家電視看 現在紅就非常的紅 紅到讓我會出戲 所以我覺得 色準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你如果顏色不準 其實原本導演或者電影的工作人員 設計的這些顏色 反而會讓觀眾更出戲 我覺得那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尤其像紅啊黃啊這些東西 有時候都會over 我覺得其實色準是一件 對於觀影來講是一件非常重要的 那我覺得在用BenQ的時候 我覺得就我自己個人的使用經驗上 我覺得它是讓我覺得是很OK的 而且是很好的那顏色 覺得還蠻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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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